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MacDone 今天咱们的标题呢 大家请看 图片显示 当然了 咱们写遍博客 咱们发一遍博文 咱们肯定需要在咱们的博客当中 加入一些美丽的图片嘛 对不对 该怎么做 MacDone肯定是支持了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图片的引用与显示 大家请看 非常的奇怪的写法 大家请看 一个惊叹号 一个中括号 外加一个小括号 这什么东西 这个呢 就是用于图片显示了 非常奇怪的语法 好 我给您说明一下 这个该怎么用 说明 大家看这地方 该怎么写 首先前面有个惊叹号 这个是跑不了 对吧 再接下来 是一个中括号 中括号里面是什么 是ALT ALT文字 ALT文字是什么意思 学过HTML朋友都知道 如果我显示一张图片 如果这个网页还没有把图片装载出来 换句话说 网络比较慢 手机网络比较慢的时候 那么该给用户显示什么内容呢 就是这个ALT文字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 接下来是个小括号 小括号里面有两个内容 第一 是个图片的URL 这个图片它是在本地啊 还是在其他网站啊 你要给一个URL嘛 对不对 给一个图片的URL 再接下来 加个空格 第二个参数 什么 给一个图片的Title 图片Title什么意思 就是说 当咱们把鼠标移上去之后 给咱们出现那个ToolTip 这就叫做图片的Title 好 空口无评 咱们马上实验啊 OK 实验期 咱们制作一个图片的链接 大家注意看 我不光要显示图片 我还要显示一个链接 咱们一点点来啊 首先 我先启动我的Markdown的渲染器啊 这渲染器真的是非常好用 您不觉得吗 学习非常好用啊 好 咱们试试啊 咱们一点点来 首先 首先干什么 首先我先把这个口味过来 这个才是咱们Markdown显示图片的语法 然后 我把咱们生成的Tag也打印出来啊 大家请看 在我什么都没有的前提下 大家请看 它给我生成这么一个 Image Image是什么 是HTML中显示图片的Tag 对不对 然后SRC没有 ALT也没有 然后呢 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咱一点点价啊 首先咱们加什么 咱们先加ALT文字 什么文字 比如说 我呢 看下面的例子啊 我想显示一张GitHub的 还是GitHub 显示一张Git的图片 那么我在ALT文字当中 写上一个 Git lesson 因为我做过一个 这个Git的教育课程啊 有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Git真的是 现在当今非常主流的 这个 单线管理工具啊 因为但是我们公司用的是这个Sav890 SVN 但是如果说这个Internet协作 还是手推Git啊 您学一下这个课程 绝对没有坏处啊 打个软广啊 软广 好咱看啊 我这有一个Git lesson 大家请看 生成的Image里面的ALT的部分 看出来一个 来死了吗 没问题吧 OK 再接下来 再下干什么 我要显示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 看来自我小马视频官网下的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 这个PASS 没问题吧 URL 咱们直接把它拷贝过来 放到括号里面去 注意我一回撤 不是一回撤 一粘贴 Go 大家请看右边 出来了吧 这是我网站上连接一张图片啊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生成的Tag SRC等于 我交这一大堆 出来了吧 然后比如说我这个图片不存在的时候呢 大家请看 图片不存在的时候 它就没法连接到嘛 对吧 但是它怎么着 它显示ALT的内容 这个Git lesson 所以说您在这看到的是Git lesson 这就是ALT的作用 当我图片没有加载保罗慢 或者说加载人家图片并不存在的时候 它会显示ALT内容啊 这个是HTML的知识 好 咱们再回来 能显示对吧 然后当我把鼠标放上去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嘛 对吧 那么怎么做 第二个参数 KOMA Git 可以吧 或者叫KOMA Git lesson 这个是括号里面的第二个参数 注意要按上一个空格 拷贝给我来 让我这地方敲上 Git lesson 没问题吧 然后看生成的Tag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Title 生成了吧 KOMA Git lesson 然后当我把鼠标放上来的时候 注意看 Go 出来了吧 KOMA Git lesson 没有问题吧 这是Title Tip 对吧 咱们就生成一张图片 但是大家注意看 我不能点吗 仅仅是一张图片的显示 那么如果我想做到 点击它一下之后 能够链接到我的网站 该怎么做 就是下面这个 我把它都拷贝过来吧 我在前第九期的时候 给您讲过 如果生成超文本链接 其实的写法是完全的一样 只不过说 超文本链接的第一个参数 不是文本了 而是一张图片 这个地方 而是一张图片 没有问题吧 好 那么这张图片链接到哪去 链接到我 小马Git课程的这个URL 没有问题吧 好 咱们生成之后 我把第一个关掉 咱们就光看第二个 好 咱们先看一下它生成的tag 看 有一个A 没问题 这个A链接到HRIF 链接到我的这个 GitLesson的URL 没有问题 然后里面呢 还是刚刚那张图片 对吧 OK 然后当我手动过来 点击的时候 注意看 Go 大家请看 是不是链接到我 GitHub这个URL上来 没有问题吧 非常的方便 就是这个写法 看起来好像这个云里 物里写的那么长 都什么意思 我给您一分解一讲解 原来是很简单的事 您不这么认为吗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马克当显示图片的方法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今天代码呢 我放到开门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会成为优酷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OK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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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